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4号到空降兵军视察 他强调空降兵部队在我军力量体系和作战体系中具有特殊重要作用 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落实空军转型建设要求、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全面提高空降作战能力 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空降兵部队 深秋时节、金楚大地、层林浸染、景色宜人 下午三时许、习近平来到空降兵军机关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亲切接见空降兵军官兵代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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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合影结束后 习近平查看了空降作战和保障装备 详细了解典型武器装备既战术性能 听取有关情况介绍 得知这些年空降兵部队武器装备体系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习近平很高兴 他强调 要强化作战需求牵引 加强空降装备标准化 系列化 通用化建设和实战化运用 构建新型空降装备体系 随后 习近平参观了空降兵军军使馆 该军是一支历史厚重 功勋卓著的英雄部队 革命战争年代历经战火硝烟洗礼 抗美援朝战争上甘岭战役中打出了国威军威 和平建设时期出色完成一系列重大任务 涌现出一大批英雄集体和阴谋人物 习近平仔细观看展臣 认真听取讲解 他叮嘱大家 要用好红色资源优势 教育引导官兵把光荣传统弘扬好 争作新时代英雄传人 在听取空降兵军工作汇报后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对党的十八大以来 空降兵部队建设取得的成绩极于肯定 他强调 要牢记职责使命 增强备战打仗意识 把军事斗争准备抓得又紧又实 要把握现代战争空降力量运用特点和规律 更新空降作战思维理念 创新作战样式和兵力运用方式 把空降兵部队独特优势发挥好 要抓好基础训练和重难点课目专攻精炼 立足复杂困难条件 加强全要素成体系实案化训练 加大同其他军兵总部队协同训练力度 推进战训深度偶合 提升联合指挥 联合行动 联合保障能力 习近平指出 要贯彻体系建设思想 统筹加强空降作战力量建设 全链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成体系形成作战能力 要加强新制战斗力建设实践探索 运用先进科技成果 为空降兵部队建设赋能增效 牵引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 要聚焦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扭住空降作战核心能力 落实好十四五规划各项任务 确保如期实现既定目标 要坚持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 加强空降兵部队建设谋划设计 把目标图 路线图 施工图搞科学 习近平强调 要扎实抓好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 把政治工作威力充分发挥出来 为空降兵部队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要深化政治整讯 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锻造政治坚定能力过硬的坚强党组织 严肃查处官兵身边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 确保英雄部队始终纯洁光荣 要坚持更高标准 更严要求 大力加强战斗精神培育 加强实践魔力和摔打锤炼 培养空降兵特有的血性胆气 要贯彻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要求 严格教育管理 保持正规秩序 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 各级要坚持重心下移 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 满腔热忱为官兵排忧解难 激发广大官兵团结奋进 干事创业积极性 齐心协力开创空降兵部队建设新局面 何卫东等参加活动